是二家 那么这也是北大经院 届系129年院庆系列活动的一种 那么今天呢 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 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评教授 方胡钱先生给我们做讲座 我简单介绍一下 方老师呢 是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 特评教授 波斯通导师 需要研究领域是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方老师的著作特别多 大多累累 主要有从货币论到通论 看因斯经济市场的发展 公共选择理论 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 中国是共济革命 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 管理世界 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260多篇 那么获首届 国家级教学名师 现坚任国家社会基金 学科规划 平行专家 马克特主义理论研究 与建设工程首识专家 那么今天我们还请了三位 与谈人 都是这个领域做到特别突出的 那么一位是武汉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著名教授 严谭飞老师 严老师 严老师 那么还有一位是我们经济学院 北大经济学院教授 方明老师 方老师在线上吧 方明老师 对 卓老师好 方老师好 那么第三位呢 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张琪老师 张琪老师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 研究师主任 我们严老师在线上了 那么方老师呢 是经济学的大家 在经济思想史 那么当来红拐经济政策方面 有很深入的研究 在学际 那么向有胜誉 方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题目是 新时代对政治经济学 和西方经济学关系的代人是 那么 那么 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看 结论如何创建 中特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把 宝贵的时间 留给方老师 欢迎方老师 做演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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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同学和老师 参加今天的讲座 我感谢我们三位同行老师 林文贵老师 庄民老师和张细老师 幸福他们参加这个 评审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呢 刚才进步教授已经说了 这个题目呢 是一个老的话题 嗯 这个题目 是一个老的话题 那么 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老的话题来讲呢 因为 我们进入了新时代 新时代 就有新环境 新要求 新任务 那么 对于我们做经济学研究的学者来说 新时代的新任务是什么呢 我认为 一个重要的任务 就是如何创建 中特经济学 这是 新民总书记 党中压国务院 教给我们理论界的一项重大任务 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呢 跟如何创建中特经济学 我认为有很大的关系 我今天讲的内容呢 包括三个方面 为什么说这个 我今天讲的题目 跟创建中特经济学有关系呢 因为中特经济学 是 一种 有待创新的 经济学理论体系 我们知道 任何科学也好 任何理论也好 都有一个 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同样的 中特经济学 作为一个创新的 经济学理论体系 它也应该有一个理论渐远 方法论的渐远 因此呢 我觉得 需要研究 我们目前 所研究的 两种经济学范式 一种呢 就是我们知道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还有一种呢 就是西方经济学 那么 这两种范式的经济学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看 它们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呢 它对我们的创建 中途经济学 我们应该怎么 看待这两种 范式的经济学 这两种范式的经济学 在我看呢 是因为 研究经济的 视角不同 迄今为止 不论是哪个学派的 不论是哪个经济学家的 学说也好 思想也好 它实际上是从 两个不同的视角 来研究经济问题的 那就是 所有的经济学 它都涉及到两类问题 一类问题是 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 另外一类问题是 市场经济是如何产生的 因为迄今为止的经济学 从心理上来说 都是市场经济学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 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是从市场经济产生 或发展以来才有 在市场经济以前 并没有 独立的经济学 这门学科 或者说 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所以 迄今为止的经济学 不论是 马克兹与政治经济学 它是西方经济学 它实际上都是 研究市场经济 那 怎么研究市场经济呢 不可能说这个视角 是不同的 这就是两类 一类是研究呢 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 还一类呢 是研究市场经济 是如何产生的 前一类呢 我认为是从横界面 来观察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科学类呢 是用长镜头 来观察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那么 马克兹经济学 和西方经济学呢 它在 这两个问题 或者这两个视角上 有所不同 那就是 西方主流经济学呢 特征与研究前一类问题 马克兹与经济学呢 特征与研究科学的问题 西方非主流经济学 也研究 各一类问题 也就是跟马克兹与呢 经济学的研究 有相类似之处 但是马克兹与政治经济学 和西方非主流经济学 不同的是 马克兹与政治经济学 也有一部分内容呢 是尝试市场经济运行的 也就是 西方主流经济学 研究的 那个视角 但是 马克兹与政治经济学的重点 不是研究市场经济 是如何运行的 而是研究市场经济 是如何产生的 何以间的呢 我们下面再看 那么这两种视角 来研究经济问题 他们站在的立场 是不一样的 那 这是马克兹与政治经济学 和 古典经 和西方经济学 所占的立场 我认为呢 西方经济学 所占的立场 它有一个 演化的过程 我认为古典经济学 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 是一种 代表 先进生产力的 生产方式 所以古典经济学 站在新生的工业 资本家立场上 来观察 研究经济 应该说 是 是科学的理论 研究 视角 研究思路 那这个立场 在当时来看 也是 正确的 那么 古典经济学以后 那就是马克兹所说的 永素经济学 永素经济学家呢 是站在 居于统治地位的 资产基金立场上 也就是 东越革命以后 资产基金 成为 社会的统治结局 那么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呢 已经成为 统治的 生产方式 那么在 永素经济学以后 是怎么样的 永素经济学以后 叫做什么呢 马克兹所说的 是后来没有 没有界定 但是我们 李能见的 一直认为 在李家图以后 这个经济学 都叫做永素经济学 一直到现在 但是我认为 在 在 19世纪末 20世纪初以后的 西方经济 他们的立场 主要是站在 资产基金立场上 但是 也不能说 他们完全站在 资产基金立场上 因为 他要维护 资本主义的稳定 就必须要考虑到 工人阶级 和资本家阶级的 对立和 对抗的关系 他们要尽力 缓扶 这种阶级对立 所以 他们也需要 从 不用工人 也就是从 普通的消费者的角度 来考察 研究 经济问题 所以我们在 西方经济学中间 看到很多 有关消费者行为的分析 有关 这个 贫困的研究 有关 失业问题的研究 那这些研究呢 从大的方面来说 它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和发展 但是 这种研究 实际上 也是 涉及到 资产阶级以外的 其他阶层和阶级的利益 那么 两大经学体系的研究对象 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 但是呢 我的看法有一点不同 因为我们通常沿用的 政治经济的研究对象的 马克思的演化 是我这里面的 这里面显示出来的第二段话 但是 似乎很多学者 没有看中 马克思的这段话 也就是我这个屏幕上 打的第一段话 马克思说 政治经济研究就是财富的特殊社会形式 或者不如说 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 我认为 这个符合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管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曾经济学成为一个比较成体系的学科 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派 就是把财富作为研究对象 包括中商主义 包括中文学派 包括亚当斯密里加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 他们的研究对象 他们的研究对象都是财富 马克思同样的 也是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这个思路 是把财富作为研究对象 但是马克思 重点是研究产业附近 特殊的社会形式 这就是第二段 马克思的原话 也就是我们经常引用的原话 那就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和向生人的生产关系 和教育本性 我认为这两段的话 完全地放在一起来理解 它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 研究对象的完整的法力 如果只有第二段 没有第一段 我认为 对马克思研究对象的概述 是不全面的 那么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呢 实际上也是财富 那著名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他的书的名字 就是国民财富 并且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间还说 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富国于民 怎么富国于民 那就是要增加多名财富 所以 西方经济学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也就是在亚当斯密手里 也是把财富作为它的研究对象 只是在后来的发展中呢 有了一些变化 那就是既然把财富作为研究对象 那经济学就要研究如何增加多名财富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促进经济增长 也就是增加整产处 把这个作为研究对象 财富或者财富增长作为研究对象 才有后来的罗宾斯的定义 Samuelson的定义 以及凯斯等人定义 那罗宾斯的定义大家都很熟悉 那就是经济学是一门选择的科学 因为资源是稀缺的 我们要满足人类消费需要的目的 那就要对这个稀缺的资源的配置进行选择 所以罗宾斯把经济学 鉴定为一门选择的科学 但是为什么要做这种选择 仍然是附生于如何增加财富 增加国民财富 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要求 如果资源配置不能达到有效率 那怎么能够增加国民财富呢 怎么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呢 所以罗宾斯的定义 应该和亚当斯密 关于经济学的定义 联系在一起 才是西方经济学 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完整定义 但是呢我们 现在经济学界很多人呢 忘了亚当斯密的定义 只引用罗宾斯的定义 我认为这同样是不完整的 不完全的 那么我们看看 看看三边尔森的定义 三边尔森的定义呢 和罗宾斯的定义 有相似之处 但是他后面又强调了 不同个体之间的分配 那这个财富的分配 也就是国民收入的分配 是李家图开创的传统 马克思特别强调这一点 所以三边尔森的定义呢 和罗宾斯的定义 还是有所差异的 还是有所差异的 那么联大经济学体系的 研究的目的 这个我们都很清楚 那马克思是要 结识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 运动的规律 那就是 他是如何产生 如何发展 如何消亡的 也就这样一个规律 那么这个规律 最关键的就是 剩余价值规律 剩余价值规律是 支配着资本主义发展 全部过程的一个 基本的规律 那么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呢 刚才的 罗宾斯的定义 三边尔森的定义 已经说明了 那就是 有效利用识别 和分分利用识别 我们再看看 三边尔森的定义 曼库的定义 所以我们看看 因为 研究的视角不同 这两大经济学体系 在立场 在对象 在研究目的上 有明显的不同 或者说 在某些方面 是有本质的差别 那我们再看看 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来说 它的分析范式 有什么不同 分析范式呢 是库恩提出来的 什么叫做范式呢 这个定义比较复杂 也不太好理解 我这里把它简化成 一套概念体系 和一组假设前期 那么在课恩之后呢 由拉卡多斯 提出的科学研究纲领 科学研究纲领 也是比较一个 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 我们可以把它简化成 什么叫科学研究纲领呢 它就是一个 具有严密力在结构 主在不断发展变化状态的理论体系 或者说 拉卡多斯所说的 科学研究纲领 就是指一个 完整的理论体系 拉卡多斯说 这个科学研究纲领 也就是理论体系 一个理论体系 要四个部分构成 也就是硬核 保护带 反面启示法 或正面启示法 那其中核心的就是硬核 所谓硬核 就是一个理论体系 最关键 最核心的东西 这个东西是不能够被打碎的 被否定的 所以叫做硬核 如果这个硬核被打碎了 被否定了 那么这个理论体系就宣告瓦解 就不能成立 所以硬核是一个理论体系 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东西 那么根据 科恩和拉卡多斯的 这个 钢盘论的界定 我们可以把西方主流经济的分析办事 在科威之下 那就是理性人 个人主义 均衡 马兹正确的分析办事 是制度 历史 社会结构 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 两大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是像文科的 或者说是像一致的 那根据这个 方法的划分呢 我们可以 仔细研究一下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 一些 范式方面的特征 范式方面的特征 我这里变回了 我认为从范式的性质来说呢 马克思经济学 我们可以叫做经济生物学 西方主流经济学呢 可以叫做经济物理 也就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呢 是把经济体 看作是一个有机体 或者是一个生物体 而西方经济学呢 是把经济体看作是一个机械体 那么 这种范式的基础呢 那就是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 这个范式基础的生物学 达尔文的 达尔文主义或者叫做达尔文的进华论 那么西方主流经济学呢 它的范式基础就是经典物理学 也就是流动主义 流动主义 那么呢 基本假设和世界观访华论 我就不说了 下面我主要说说呢 这个硬核 就是这个最下面这一行 这两大体系的硬核 是有明显差异的 我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硬核呢 是劳动价值论 劳动力商品 抽象劳动 资本是一种生产关系 生于劳动或生于价值 博学 这些我认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硬核 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呢 区别于其他经济学体系的 关键的部分 关键的组成部分 那可以想见 如果没有劳动 王重进学书 没有劳动力商品的学书 没有抽象劳动的学书 就没有马克思政治经济 那么资本 西方经济学也研究 但是西方资本 特别是 李家头以后的主流经济学 并不是把资本 看作是一种生产关系 只是把它看作是一种生产要素 所以马克思把资本 看作是一种生产关系 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硬核 那生育劳动和生育价值 更不用说 也就是说如果把这些东西拿掉 劳动 二种性 劳动力商品 抽象劳动 资本是一种生产关系 生育劳动和生育价值 博学 这些东西拿掉 那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就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那他和西方经济学就应该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这些理论 这些概念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硬核 那西方经济学的硬核是这些 我就不再说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西方经济学的 标志性的东西 特色的东西 什么叫经济生物学 什么叫经济物理学 这里呢 我们简单的界定一下 那么 经济物理学呢 经济生物学呢 我们用两个英文词来表示 一个是病 一个是病 那么大家可以看看这个 这个界定 这个界定呢 比较明确的区分了 经济生物学和经济物理学 我就不再一意解释 那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 按照拉卡多斯的 这个科学研究章领 来 比较 主流经济学 和马克思经济学的 保护带 还有核心概念 还有研究主题 作为保护带呢 按照拉卡多斯的解释 就是 这个 这是一些假设 或者是一些命题 就是经济理论中一些假设 或者是经济理论中一些命题 这些假设和命题 本身是可以调整的 是可以修改 为什么要调整修改呢 就是为了保护 硬核 受到反对派的攻击 所以叫做保护带 这个我就不说了 那 从这个 办事来看 我认为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那就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与西方主流经济学 是两种不同范式的经济学 研究对象 或研究目的 完全是 难以进行融合 或增合 我为什么要说这一点呢 因为 建国以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经济学界 做过几次努力 要打通马克思经济学 或西方经济学的 联系 也就是打通 马克思经济学 或西方经济学 那么有学者呢 陈氏 常是写过 经济学通论 所以通论 就是把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或西方经济学 融合在一起 增合在一起 当然我们也有学者提出呢 可以把 经济学的三大体系 增合起来 那就是新古典体系 政治经济学体系 还有呢 西方经济学体系 实际上我们在 解放前 特别是在民国的时候 也做过这种努力和尝试 就是打通 马克思经济学 和当时的西方经济学之间的联系 把这联德呢 增合起来 融合起来 但是从目前来看 这种尝试 都是不成功的 都是不成功的 为什么不成功 就是因为 这是两个 普通的分析方式 没有办法 融合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现在我们讲第二个 大的问题 既然没有办法 融合 没有办法 打通 那我们还要比较 马克思政治经济 和西方经济学 干什么呢 那就是我下面 要讲的问题 新时代如何认识 马克思政治经济 与西方经济的关系 也就是说 他们不能打通 不能融合 但是 不意味着 他们之间 没有联系 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刚才所说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 和西方经济学 是两种 性质不同的经济学体系 这两大体系之间 存在许多 对立和分歧 但是 这两大体系 也有许多 相同 相通 相似或相补的地方 比如说 我这里 举了一些例子 第一个就是 研究的样本相同 这个样本 就是我前面说的 不论是 马克思政治经济 还是西方 主地区 而研究的 都是资本比市场经济 过去叫做 资本比商的经济 这个研究的样本 是一样的 第二个呢 研究的总体对象 是相同的 那就是资本主义财富 或者是资本主义财富生产 刚才我们说了 从中商主义 到中文学派到 资本斯密的古典经济学 一直到马克思 实际上 研究的总体对象 都是资本主义财富 或者是财富生产 我懂的就是 具体的 研究对象的差异 马克思研究是财富的 特殊形式 西方经济学研究是 财富的一般形式 也就是我们 通常所说的 西方经济学呢 不研究 财富生产的 制度 或者是生产关系 那这也就是财富一般 第三个我认为 对市场经济的 生产过程 或销售过程的认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或西方经济学 是有相通指数的 第四个是 对市场机制的认识 存在相通 或者相似指数 比如说 马克思所说的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 自发性 盲目性 我认为这个自发性 盲目性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实际上就是亚当斯密 所说的看不见的时候 看不见的时候 看不见的时候 它当然是自发的 它的作用就是自发 但是看不见的时候 它本身是看不见的 所以它本身呢 在有盲目性 在有盲目性 那么还有呢 在制度与资源配置的关系 制度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这种上 存在着 有 古古的问题 古古的问题 比如说 马克思分析了 制度与资源配置的 效率高低的关系 马克思 重视制度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或者说收入分配关系 是由生产 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的 那西方经济学呢 没有讨论这一方面 但是西方经济学 重视呢 资源配置 也研究收入分配 那么西方经济学中间的 非主流 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 实际上是从产权的角度 或者说从制度史的角度 来研究了 他们和资源配置 和收入分配的关系 所以 在这个问题上呢 我认为 马克思政治经济 和西方经济学 有一些互补的地方 那 还有更多的相中和相似的 例子可以找出来 比如说 整工节和整需求 在数量和结构上的关系 我们知道 西方宏观定学 在这方面有许多理论 但是马克思在这方面呢 也有许多研究 比如说 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论证 那就是 由整工节和整需求 在数量和结构上的关系的问题 马克思关于两大部内的生产 实际上就是 整工节和整需求 结构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 经济结构 分析 那么 马克思经济学中间有一个 平均利用率下降的理论 或者是 平均利用率下降趋势的理论 这实际上和 开业市的资本变迹效率 低减规律 实际上有 相似之处 有相似之处 那么 那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 三大主要内容之一 这个理论 马克思很早实际上 在这个问题 就是周期经济的周期波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间 就已经有过 很系统的分析 很系统的分析 但是呢 他们的研究呢 不完全相同 比如说 我们这样一个图 这在 宏观经济学中间 特别是中期宏观经济学中间 经常要讲这个图 就是 短期整工解和长期整工解的关系 这个关系 实际上就是 经济波动的一种理论解释 那么这种解释 同样可以用马克思的理论 来理解 比如说 跟西方经济学来说 对初的经济呢 假定它的均衡点在E 那就是 短期的整工解曲线 SAS 和 原来的整需求曲线 第一相交 那么短期的均衡点在E 那么如果经济 整需求遭遇呢 负面冲击 整需求曲线会下移到 第二 经济均衡点呢 是在A点 因为在短期的整工解没有变化 所以心理均衡点在A点 经济由一点走向A点 那就是经济衰退 经济衰退 持续一段时间就是经济萧条 那么西方经济学认为 经济萧条会造成呢 经济衰退或经济萧条会造成呢 价格下降 因为整需求呢 因为整需求呢 I第一 移动到I第二 那么相应的价格整水平呢 就从原来的E点 移动到A点 所以价格水平下降 如果经济衰退 持续了一段时间 那么 生产要素价格会降低 这意味着 企业的生产成本会降低 因此 扩长扩短的时间以后呢 企业 会增加 投资 扩大生产 因为生产成本降低了 那么经济呢 会慢慢的从A点 走向B点 这样呢 经济又回到 最初的产出水平YF 所以 这就完成了一个经济周期 由E点到A点到B点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把B点和E点连起来 就得到长期整工年曲线 这就是AS LS 这就是长期整工年曲 那么 这是西方经济学 关于经济周期的 它解释 那么马克思政经济学呢 也可以用这个程度 马克思政经济学说 如果出现生产过程 那么经济呢 会由E点 移动到A点 也就是发生经济危机 那么经济危机发生呢 经过一个核档核档的时间 资本家会要进行固定 资本设备更新 注定资本设备更新 因为 经过衰退一个后长后短的时机 要么呢 资本家为了生存 研发了一些新的技术 也就是技术创新或技术进步 这个创新或技术进步呢 使得新的积极设备 要 融合这种新技术 所以呢 就出现了 一些新的积极设备 还有一个呢 资本设备 或者危机 持续了一个后长后短的时间 原来的资本设备呢 就损耗了 不能再使用了 所以呢 需要进行资本设备更新 那么 由此呢 会带来经济的 慢慢的合作 进进去A点 走向B点 马克思的 固定资本设备更新 来解释这个 经济周期的波动过程 那和西方经济的解释不一样 但是同样的 他们谈试的呢 都是经济 波动的 过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经济 周期波动的过程上 马克思的解释 和西方经济的解释 是可以复补的 也就是从两个 不同的视角 来解释经济周期 波动的过程 所以 这样的分析呢 我们又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和西方经济学 都是研究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的 不过呢 马克思政治经济 研究的是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的特殊 那就是财富生产的 资本主义形式 所以呢 马克思就集中研究了 资本主义制度 产生发展和消耗的 一般规矩 那么西方经济学呢 研究的是 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般 也就是财富生产的 一般所示 那就是财富生产 分配和财富增长的原因 下面我们讲第三个问题 现在是中途经济学 如何借用西方经济学 我们已经清楚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和西方经济学 他们的性质 他们研究的 对象 方法 和主要的结论 我们现在 再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 跟我们刚才的 第二个大问题的结论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为止 目前为止 在世界上 有三种经济学体系 一种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 一种是西方经济学体系 它一种就是我们正在建设的 中途经济学体系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 经济学发展 主要的成果 是三大经济学体系 但是这三大经济学体系 是一种经济制度一般 那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那么 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 它都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也就是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和西方经济学的 产生的制度基础 是相同的 只是不同的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是要揭示这个经济制度的 发展规律 揭示呢 这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偶像灭亡的必然性 并且呢 它预示了 取代资本主义制度 那个更先进的制度的 轮廓 它描述了这个轮廓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经济制度 所以在这两个方面来看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为社会主义经济 制度的建立 和发展 提供了指引 提供了理论技术 那么在这个技术上呢 我们在接近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我们就有了过去的政治经济学 现在呢 我们有些学者把它称作传统的政治经济学 那么传统的政治经济学 它的研究对象 直接就是社会主义 最终是社会主义计划程序 那么今天呢 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那么我认为我们的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目前来说 应该是在现阶段 应该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制度 主要是市场经济制度 所以中国经济学 它的直接的研究对象 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因此呢 它是连来的政治经济学 也就对象 它是有所差异的 有所差异 当然你可以把传统经济学 看作是发展的新阶段 是中策经济学 但是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真理说呢 传统经济学到中策经济学中间 有一个镜头 那就是它有一个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 西方经济和中策经济学 我认为这两大经济学呢 有分歧 但是也有交叉 这是我概括的一个图形 那就是西方经济学是研究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 我们的中策经济学是研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他们的制度背景不一样 但是他们的共同点 都要研究市场经济 都要研究市场经济 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虽然制度不一样 但是在市场经济层面 他们有共同点 有相似之处 所以在这方面 在市场经济方面 这两种经济制度 存在着交叉 存在着重点 那中策经济学要研究什么呢 我认为中策经济学 重点是研究财富生产的 社会主义形式 具体来说 是研究财富生产的 中国社会主义形式 因为我们强调的是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但是我们也要研究 财富生产的一般形式 一般形式 为什么既要研究特殊形式 也要研究一般形式呢 我认为这是由中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那就是 我们 我们现在的经济制度 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既然是社会主义 那必须要研究 财富生产的社会主义形式 也就是 社会主义制度 但是呢 我们又是市场经济 刚才我们说了 我们这个市场经济 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呢 有较差 有重点 那这就是财富的一般形式 所以 中途经济学 不能只研究特殊形式 也要研究 财富生产的一般形式 那么 当然 中途经济学的重点 是研究特殊形式 我认为中特 中特 这里是特殊 或者是特别 是重点 那么这个特殊 特别是什么呢 我认为是 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特 三个方面的特殊形式 我叫做三特 哪三特呢 一个是特殊的国情 一个是特殊的制度 还有一个是特殊的经济问题 我们要研究 中国的特殊的国情 特殊的制度 对资源配置 对经济运行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还有呢 我们面临着特殊的问题 特殊的经济问题 为什么我们是特殊的制度呢 因为 在世界上 现在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是 具有明显特色的 虽然也有其他国家 叫做社会主义制度 但是 这和中国的 制度是不同的 所以 我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是一种特殊的 制度 有它的特殊性 我们不能说我们的制度 跟一些号称社会主义 国家的制度 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不能这样来看待 所以呢 我认为我们这个 社会主义制度 是有中国特色的 这就是特殊性 制度的特殊性 那么特殊的过程呢 有许多方面 比如说 我们有14亿人口 有56个民族 是一个发展的国家 特殊的制度呢 包括这样一些 比如说 是中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制度 投留着为主体 多种所谓的 共同发展的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民主协商制度 从计划经济制度上 社会主义经济 向市场经济制度 转轨的 这样一个制度 那么特殊性的问题呢 就更多了 比如说 我们的厂项 城下分割 最大的城下发展差距 还有呢 六亿左右的人口 约收入在1000块钱上下 还有我们适时的 赶超战略 优先发展战略 还有呢 正在发跃 中文收入陷阱 奋斗 现在发目标 等等 这都是一些 我们面临的 特殊的经济问题 其他的 发达国家 或发展中国家 没有面临 这样一些问题 我认为中途经济学 也需要研究财富一般 这也符合 马克思的本意 我这里引了 马克思的一段话 马克思说 在现代世界上 财富的一般性 还是有它的重要性 有它的特殊的价值 这是马克思 马克思的一段话 这段话 我们也可以看出 研究财富一般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很有必要 那么问题是 如何建设中途经济学呢 这是我们临界讨论 很多的问题 这些年呢 这方面成果很多 很多 我也呢 近几年发表过一些 我的见解 那么我认为 如何建设中途经济学 我把它 概括成这样 几句话 一个是以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为值的 以新时代中国经济 为研究对象 正面研究中国经济的 特殊性和特点 但是仅仅有这些还不够 我认为 还要积蓄呢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 有价值的经济思想 和政策思路 还有呢 借用西方经济学的 细成果 也就是 如何建设中途经济学 我们要做三方面的努力 那么以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为指导 这是我们 现在一个流行的说法 也是被大家 普遍认同的观点 问题是 我们以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 什么内容 什么部分为指导呢 我认为 以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为指导 主要是坚持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 马克思主义立场 马克思当年是站在 雇佣工人的立场 来观察 研究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以及资本主义市场建计 那今天 我们仍然要见识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那就是要站在 劳动人民的立场 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 第二个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 主要是唯物辩证法 和历史唯物主义 那就是我们看待经济事务 看待经济现象 要用一方为二的观点 要用辩证的 发展的观点来看待 看待经济问题是这样 看待制度也是这样 要用发展的观点 我们历史唯物主义 是从历史方面 唯物方面来分析 经济现象 特别是制度的发展 我认为 马克思的这个立场 这个方法 是我们今天要坚持的 研究经济学的主要的 主要的内容 坚持终度进去 需要这个立场 需要这个方法 第二个方面就是 汲取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中间的经济思想 体制改革 和经济发展的进行效果 我认为这个方面 也很重要 也很重要 客观地说 中国古代和近代 并没有形成成体系的经济学理论 但是我们中国古代和近代 有比较丰富的理财思想 经济思想 特别是理财思想 我们在古代和近代历史上 我们展示了不少 肚明的理财专家 比如说像张居正 王安石 那么他们的治理国家的 治理国家管理国家经济的这些思想 在今天仍然是有价值 仍然是有价值 那么我们的古代的理财思想 实际上也为 坎思所肯定 坎思在他研究经济学的早年 曾经为我们一个中国学者 叫做陈寒章 一本书写过书品 坎思说 陈寒章的这本书可以看出 中国在淡代宋代和明代 就整得了德雷星法则 和复辟苏良论 那就说我们古代 虽然没有成体系的经济学理论 但是有一些经济思想 实际上在西方经济学之前就有了 就有了 那么除了有这些经济思想 和经济观点以外 我们还有一些理念 还有这些传统文化中间 有价值东西 今天在我们中途经济学研究中间 仍然可以借鉴所吸收 比如说老子的无为思想 老子的无为思想 实际上就是 先古典经济学所倡导的自由主义 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自由放任 自由放任不就是无为吗 所以无为或自由放任 和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有相同之处 艾克曾经说 从老子的无为思想 和他的自发的社会社会的思想是相融合的 那么自发社会社会社会就是 中文学外的自发 自发社会社会的一种发展 一种具体化 一种具体化 那么这种思想 在西方都知道肯定 在我们的经济学的 创建中间也应该 继承所牺牲 那么还有呢 我们中国古代的 体制改革的一些经验教训 经济发展的一些经验教训 也需要我们去整体 装身为理论 也就是进行理论概括 它可以丰富我们的 中途经济学的研究 比如说我们的商业变法 我们古代的晚安时变法 我们当时的改革 我们的无序变法 这个都是 中国古代的 制度改革 这些制度改革 有些短期成功了 有些夭折了 有些呢一开始就失败了 那我们可以研究 为什么这个制度改革 没有 改变我们古代的 帝王政治 帝王制度呢 为什么我们的改革 被夭折了呢 没有达到改革最初 预定的目标呢 这是值得研究的 值得研究 为我们的今天的经济体制 改革和完善的提供参考 提供借鉴 还有我们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 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有惨难的文明 我们在古代也有过经济辉煌的时期 比如说我们盛唐 我们的宋代 我们的明代 我们的康前盛世 那都是中国经济发展 退缓的时期 但是为什么 在明代末期以后 特别是康前 盛世以后 我们中国经济慢慢落后了呢 这个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需要认真研究的 它可能给我们 以教训 以启发 所以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间的经济思想 取之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 这些研究成果 可以用来帮助和发展 我们的中国经济学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借用西方经济的积极成果 主要呢 是借用西方经济关于市场经济 一般研究的成果 一般研究 那就是财富一般的研究成果 我认为 这些方面呢 有些是可以直接拿过来 比如说 西方经济学关于 共结和价格的关系 关于 成本收益分析的思路 或者是原则 我认为这个不需要 再创立一套 另外一套不同的 共结需求和价格的关系的理论 不需要再创一套成本 新的一套成本和收益方法 我认为也很难创造 那这些可以从西方经济学人民把它拿过来 涌入到我们的中途经济学中间 那这方面例子还很多 我就不再一一主力 那么我说的这个思路 我认为是符合 我认为是符合 金明同志 关于发展 繁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以及发展 我建议中途经济学的思路 大家知道金明同志在2016年5月17日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出担会上 有一个讲话 那么他认为 我们要发展繁衍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 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 哪三方面呢 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 第二方面呢 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 第三方面呢 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 这三个资源 要把握好 要用好 也就是说 我们要 发展繁衍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 就要利用好这三种资源 那这和我刚才的想法呢 我认为是一致的 那马克思这个姓名又谈到 经济学的问题 他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应该怎么样呢 他说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 整体和体验 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在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 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本 这就进一步具体了 这就经济学中华经济学来说 也是三个方面 也是三个方面 那我认为我刚才的说法是符合 新平的这个思想 所以呢 我认为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那就是中华经济学的重点是研究财富生产的社会主义形式 也研究财富生产的一般形式 我认为中华经济学应当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是对现代经济学的方式和发展 那么从学术共同体来看 应当是经济学的中国学 经济学的中国学 那么中华经济学应当既超越传统的政治经济学 或者说把中华经济学叫做现代马克典主义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中华经济学现在它的研究对象 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是马克典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有不同的 马克典主义政治研究的主体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那我们现在的中华经济学呢 它直接面临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而且呢 我们这个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21世纪建成和完善 那不是马克典在19世纪 都面临的那种经济制度 所以我们这个叫做现代马克典主义政治经济学 现代马克典主义政治经济学 同时呢 中华经济学又超越西方经济学 为什么呢 西方经济学也是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它不是研究中国经济和经济问题的 所以西方经济学 它本质上不适合现代中国的经济制度 也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所以我们的中途经济学 是一种适合现代中国制度和国情的市场经济学 也是市场经济学 但是我们是适合现代中国制度和国情的市场经济 所以它又超越了西方经济学 我认为我们应该这样 从这个视角来把握中途经济学的创建和完善 我这里特别要强调的就是 我们现在的理论界在讨论中途经济学的建设 有一些学者把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完全对立起 完全对立起 我们有一些学者又回到改革开放之初 对西方经济学的评价 那就是把西方经济学看成一个完全是融素的体系 是伪科学的体系 应当全部否定 我认为这个观点 既不客观也不符合习近平的思想 为什么说它不客观呢 我刚才的分析已经说明了 西方经济学中间确实有融素的部分 确实有不适合中国的部分 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 我们不能直接把西方经济学招搬过来 用到中国了 也就是我刚才说的 也不能把西方经济学和马洛党经济学直接打通 直接融合起来 综合起来 这都是 做不好的 做不成的 但是 但是西方经济学如果我们认真地去研究它 我们就会发现它并不都是意识成才 并不都是意识成才 如果我们今天把西方经济学的体系完全看作是一个意识成才 我认为这是有骗力 这是有骗力 那么特别是近几年 中美之间的关系 俄化了 特别是美国 它报道的意图 目的很明显 就是打压中国 不让中国呢 继续发展 不让中国呢 和它平起平坐 那根据不让中国呢 取代它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那么中国这个美国这个意图 美国这个目的是恶劣的 这是我们要认清楚 中美之间的对立的实质 但是不能因为中美之间这种对立 我们就说 这个西方经济学就是为美国服务的 为美国的意识成才 因此呢 我们也该彻底保定西方经济学 我认为 不能从感情上来看待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作为 发展了几百年的 一种经济理论体系 不能说 它对市场经济的研究 得出的成果 没有价值 都是废话 或者说都是伪客主 如果这样说 我觉得不太客观 不符合事实 也不符合 我们通常强调的 实事求是的 这样一个思路 所以我认为 应该认真研究西方经济学 研究它 研究什么呢 研究它中间的哪些内容 是代表资产基金利益的 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因而是融塑的 是我们应该抛弃 我们还要研究 它有些内容 它的假设前提 在中国是没有 或者是至少在目前 我们中国的经济 不满足它的假设前提 因此 它根据这个假设前提 得出的理论 我们还需要进行改造 还有一些内容 那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它是研究财富一般的 也就是研究市场经济的 共性的 那这些理由呢 大多就可以直接拿过来 为我们所借用 或参考 有些呢 结合中国的实际 进行改造 我曾经提出呢 把它进行中国化 当然我过去提出的 把西方经济学的中国化 有些学者不赞同这个观点 我所说的中国化 并不是说用这个西方经济学来取代政治经济学 或者说把西方经济学中国化以后 就作为中国占主流的经济学 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西方经济学的中国化是说 把西方经济学的有用的一些东西 结合中国的实际 加以改造 加以修正 然后呢 用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 用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 用中国的 为中国的制定经济政策服务 我认为这是可以的 不是说把西方经济学中国化了 就是把西方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 我没有这样说 所以不要理解呢 我过去提出的西方经济学中国化的这个观点 那么我所说的把西方经济学的 有价值的积极的成果 借用过来 用于中特经济学建设 用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 用于中国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制定 我认为 我的这个想法 这个思路 也符合马克兹主流经典作家的思想 跟大家看 列宁了一段 列宁曾经说 已经多到政权的功能阶级 给自己提出的任务 是要把资本主义所积累的一切 最丰富的 历史上是我们必须的全部文化 知识和技术 有资本主义的工具 变为社会主义的工具 我认为列宁的这段话说得很好 我们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重视把资本主义的技术 变成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工具 但是西方经济学作为文化和知识的一部分 它原来是为资本主义服务 是资本主义经济下的工具 难道这些工具不可以经过改造 经过完善 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吗 我认为是可以 我认为是可以 我们的中德经济学没有必要 在完全程度开始 把西方经济学特地抛在一边 完全程度开始 从基本概念 从概念的关系 完全程度开始 我认为没有必要 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经济学中间的 有用的成果 机械成果 那么 这样可以 加快我们的中德经济学建设的进程 降低我们中德经济学研究的成本 那他有些西方经济学中间有些概念 有些方法 有些理论 并不是有害的 难道他的许多概念 理论和方法都是有害的 都是有毒的 都是一日前台的 可能不能这样理解 那么如果不是这样 他是有用的 他是奇迹的 那么为什么不能把它拿来 作为我们的分析工具呢 天零都有这个思想 我们今天在21世纪里 今天的中国修者 为什么不能有这种思想呢 我认为建设中德经济学 就好比我们念武术一样 比如说我们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假定说这个中德经济学是一个武术学派 据说是武当派 那么马自经学是少林四派 那么虽然这两个派呢 可能是对立的 甚至是离死我活的 但是如果我作为少林派的拳手 我能够学习武当派的这个拳术 我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拳术 那我作为少林派的这个 武术家 我的本点不就更大了吗 我的战斗力不就更强了吗 那同样的 西方经济学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经济的成果 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不去研究 不去借用 不去参考呢 所以我认为我们在创建中德经济学的时候 还是要坚持新民同学思想 用好三个方面的资源 做出三个方面的努力 来建设和完善中德经济学 为人类的经济学发展呢 提供一种新的理论体系 新的经济学体系 或者政治经济学体系 好 我就 转这些 谢谢大家 谢谢方老师的精彩报告 方老师是去年来 我们这边讲过一次 当时是提供的 看因此定律 与撒意定律 相悖和相容 这个当时就能感受到 方老师的研究风格 这个在新入研究的基础上 各个学派 或者说之间的这个关系的 比较研究 所以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对吧 我记得上会儿讲 肯因此定律 撒意定律的事件 是讲从眼前来看如何 从长期来看如何 而且有个统一 所以启发是特别大 这一次呢 方老师讲的是 心思的对政治经济学 和西方经济学 关系的再认识 结论如何创建 中特经济学 那延续了这个 一贯的研究风格 当然这个比较研究 很不容易 需要下的气力很大 我们从东西呢 看到这个 正观一个简单的PPT 在里边讲 马列的文集 哪本哪本 那么西方经济学的文献 这时候都建立在长期的 之类的基础上 他能做好这种比较研究 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 不同点是什么 刚刚讲了几句 我就感觉很震撼 比如说 这个 马克特的政治经济学 更多的代表 劳动大众 雇佣劳动者的利益 那么西方经济学呢 更多的站在 新生的资产者 而且同志地位的 资产者的理查上 那么政治经济学呢 更多的探讨的是 财富的特殊形式 西方经济学 更多的探讨的是 财富的一般形式 政治经济学 更多探讨市场 经济的坦升和发展 西方经济学 更多探讨 西方市场经济的运行 关于他们的研究方法 研究办事也有不同 政治经济学 制度 历史 等等 那么西方经济学呢 理性人 偏好 等等 但是又讲 他们自己的共同点 对 今天我们建立 这个东特 经济学的理解 我觉得兽其发特别大 这应该是 方老师最近要写的 一篇大文章 我呢 这三年一直研究 这个中古的福教 福教分 小城福教 大城福教 都是来自那么 无论西方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 都在西方那样 一个文化背景下 才能出来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 从某个方面来讲 政治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也有 说法 例子上的小城 大城这么一个区分的特别 小城福教更多讲 自己成佛 大城福教呢 讲不仅自己成佛 带动别人一起成佛 但都是建立在 那个西加木 创建的福教的基础上 所以我听了以后 我感觉这个 秀气发特别大 里边探到了 好多中国的古典的 感觉特别的亲切 也能看出我们 黄老师这个学问的 原博古今中外的探讨 正常最后 讲列宁的那句话 所讲的 要介绍共产主义 必须掌握人类 创造的全部的文化知识 下面呢 我们有一个比较聪明的时间 三位玉坦然 来你们都是这方面的专家 你们来谈 你们的高届 期待三位老师的高届 我想一定能让我们今天这个讲座 把它有更好的推动 给我们更新的启发 那么首先我们成武汉大学 著名教授 严鹏菲老师 严老师 严老师 请你发表告诫 我目前老师呢 很熟的 中华外国经营协会的副会者 草莲的比武汉大经营期 有一段缘分 严老师这个声音有点小 小张能不能把声音调一下 这个严老师这个声音有点小 怎么得清楚 声音好啊 严老师 这个我为什么只讲了 一个小时十分钟 主要是 考虑到我们今天请了三位专家 那么这个机会难得 我希望能够今天我们三位同行 跟我的这个演讲的内容 做一个评论 那么我也曾经得到一些启发 学到一些东西 所以呢 我要留了比较充足的时间 给我们三位同行来做出评论 谢谢啊 días了 各位 各位 dictionary 严老师听不见你的声音 声音听不见 严老师你可能把静音那个 给出正音 严老师 严老师听见吧 打个电话 他跟他听不见 行 好 严老师 等着啊 我先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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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嗎? 在這個 在這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方老师是中华外国经营协会的副会长 早年与五大经营系也有一段渊源 这个演讲报告我很多观点我是赞同的 球数界最早的一个观点就是 黄刚的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综合 再来看来新古典主义是真正形成的体系和范式 而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上前伙后 所以方老师从这个范式角度呢 对这个这些体系呢进行了这个分析 所以他有一句话就是说 这个西方经营学与这个马克思政筑经营学 能不能打通 他说很难 这里我有同感 最早最早想打通马克思主义 以西方经营学的是 金罗宾兴夫人 就是新建议学标的金罗宾兴夫人 他有个桥梁学想打通 当然这个 我们从西方经营学的阶级性 它的融属性 它的意识形态来讲 因为立场不同吧 是很难打通的 因此呢我想呢 这个扩题啊 就是西方经营学与马克思政筑学的关系呢 我对这个问题真正的探讨呢 是在于我担任着中央马工程教材 西方经营学的首席专家的时候 才开始真正研究 我记得前几年 这个中宣部啊 把我们三多扩题组 就中央级马克思政筑学 这个中央级的马工程教材 这个三多个扩题组啊 不包括教部的马工程教材 扩题组 那到北京是进行了半个月的集中封闭学习 我们这个扩题组呢 就集中解决政筑学 以防西方经营学关系 因为中央中心部 把我们西方经营学 立了马工程教材 那郭海良同学说 这就是有点奇怪啊 这个把西方经营学怎么列入马工程教材呢 关键就在于啊 这个要处理一个西方经营学与马克思政筑学的关系 所以我们这个半个月的讨论呢 和我们的实践呢 这个形成一个共识 应该把西方经营学与马克思政筑学这个关系啊 这个问题啊 放在这个世界文化交流这个大视野之中来考察 因为我们在 我们曾经有一个西学东 这个东学西建有个一千年的这个历史 我们是领先与世界的 所以中农学派啊 法国启蒙运动啊 都来自于中国的这个经验 中国的决定 所以我记得这个以后呢 就是我们这个 所以说中国的衰落呢 就开始了这个西学东建这个进程 尤其这个改革开放时期啊 我们大量引进西方经营学的一些东西呢 在这个改革开放初期啊 这个曾经 曾经起了很大的作用 很大的作用 所以我想呢 这个这个观点呢 就是把这个西学东建和东西建 应该看成一个世界文化交流的一个现象 而不要做更多的隐身 更多的隐身 或者这个拔高 第二个观点呢 就是说这个 要融通三大资源 三大资源 也就是什么 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 中华传统文化 也就是东学的资源 以及其他国外 所有受科学 就是西学的资源 把这三大资源 就融通 而加融通 但是有一点肯定 由于这个西方经济的两重性 它的实用性和意识形态性啊 它是不能够成为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 也就是不能打通的 我所谓同意的方老师的意见 但是呢 另一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借鉴重用 这点也是应该可以理解 所以我们第三点 我们做了三个分清 就是说呢 分清什么东西呢 分清这个西方经济学中的 有益成分和无益成分 一来就是益出了益 就有用成分和无用成分 意识形态成分和实用价值成分 这是一个分清 第二分清呢 就是从这个有益成分和实用价值成分 找出是和中国国情的 可以移植借鉴和吸收的 可以移植借鉴和吸收的活力因素 这是第二个分清 第三个分清呢 就前盘否定的 西方经济学是不可取的 但是盲目崇拜 赵超赵半西方经济学也是不可取的 所以我想这个三个分清很重要 所以我们还是这个坚定的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事件 而不能以西方经济为指导事件 也就是这么一句话 就是弘扬马列 内意求心 借鉴吸血 体察国情 所以我们这个教材 就是西马这个教材 我们现在已经出了第二版了 经过十多年到郭高校进行调研的结果 采取这么一个方法 就是序而不作 就原原本本的把西方经济整套体系都讲清楚 不能进行切割 第二点就是建立一个二级平息体制 就是在每一个在一个导论部分 因为分导论宏观围观这三部分 在导论部分我们做第一级平息 对整个西方经济经济剖析 那二级平息在每一章里面 专门拿出一节来 对该章的西方经济学做总体性平息 所以这样来的 既对西方经济学原原本本的介绍 第二点 对西方经济学这个具体的思想观点方法 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平息 用于紧密联系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与丰富实践 同时要着力反映西方经济学的新发展和新动态 新动态 是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我们这个西方经济学通过评审 马克思主义教材评论专家就两版都痛 这已经开始已经发现到这个几十万册 所以我这个通过这次学习这个方老师的这个报告 我的结论是呢 这个西方经济学对于改革开放的中国 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对于新时代中国特政经济体系 具有一种强大的强烈的一种解决主义 尤其这个西方经济学 关于社会大生产的管理经验 尤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重的决定性作用的经验 尤其西方的政府经济学的经验 尤其西方关于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经验和理论 尤其西方关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理论 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理论 所以我想我就谈这么一个体会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阎老师 阎老师也是长期过这个领域的研究 这个评论我通通修获很多 好 那么下面就请我们经济学院的方明教授 方老师长期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是这方面非常有道义的学者 方明老师 周老师 要不请张老师先讲吧 都是客人 他们都是客人 好吧 那就叫方老师说的 张琪老师先讲 好吧 好 谢谢周老师 谢谢周老师 非常荣幸 今天又能听到 声音有点小吧 张老师 是不是声音 我这边感觉声音有点小 不知道别的感觉 喂 周老师 可以吗 现在 现在声音可以吗 你们其他人感觉如何 有点小 老师 有点小 老师 可能方老师 您的一对方小 现在可以了 现在可以了 好 对对 非常好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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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周老师 感谢周老师 而且也很荣幸又能听到方老师的讲座 虽然是线上 但是也还是很有说获 我不敢说是点评方老师的这个讲座了 可能说谈一点自己的体会吧 我觉得方老师今天这个讲座 就是内容其实非常丰富 能够感觉到就是方老师 其实是在故意的压缩这个时间 因为如果展开讲的话 其实这个方老师今天这个讲座 其实有很多内容是可以展的非常多的 刚才方老师也说了 是想留给我们多点讨论的时间 我觉得有几点体会吧 第一个我想我想说的是 就我刚刚看了一下 我们今天这个这个会议呢 呃 线上听众最多的时候有五百多人 啊 那么我想呃 可能有有其他高校的老师啊 还有同学们啊 那么呃 那么我们这个来来听这个讲座的人呢 可能呃 两两类两类人啊 一类是搞理论经营学的啊 一类是搞应用经营学的 那么因为我们现在经营学的这种 呃 国内经营学主流这种感觉是什么呢 主流的感觉就是就是发论文啊 特别是搞应用经营学的人啊 就是只要学会计量工具啊 然后呃 学会用计量去跑回归 就可以发论文了啊 而且现在又又讲究快法早发过法是吧 呃 所以很多搞应用的这个 特别是同学就觉得 啊 这个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 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需要 我们要注意的啊 因为呃 我们现在 这个应用文章 很多应用文章啊 呃 做的越来越像这个自然科学的这种实验报告 啊 反正拿到数据了啊 跑回归跑了 啊 然后得出个结论来 那么往往是 先去跑回归 然后跑出结果来以后 回过去 回过头去编一个理论 啊 当然写作顺序是先提出个理论假说 对吧 假说一假说二 然后后面拿计量去验证 给人的感觉它是先有的假说 后有的呃 实证 其实真正写作过程 很多 情况下都是倒过来的 那么这样的文章 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啊 为什么很多同学自己写完以后 自己的论文都不想看啊 因为你自己也知道没意义 那么为什么呢 原因就在于 其实理论经济学是不可偏废的 理论经济学是不可偏废的 如果没有一个呃 理论框架的话啊 那就完全变成是这个这个自然科学的实验报告了 所以我觉得是对两类听众其实都是有价值 当然对搞搞理论经济学人来说就更是这样 这是我想说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我特别赞同方老师提的这个 我们怎样构建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呃 方老师刚才说我们不能完全否定西方经济学啊 不能从头开始 我们中特经济学最后应该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而不是和他完全对立的一套体系 我觉得这个观点我是非常赞同的 因为西方经济学大家知道从呃 其实在亚当斯密之前啊 在亚当斯密之前我们从中世纪开始说 从阿奎纳到后面的自然法学家 呃普分道夫啊 呃他包括他前辈这个格劳秀斯这些人 啊包括很多经验哲学家都在讨论这些问题 都在讨论这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就价格是怎样决定的 从阿奎纳那开始就分两条路 一个是从成本这个角度去讲 一个是从效用这个角度去讲 那么到后面发展到后面 大家知道成本这条线往下走 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攻击曲线 呃效用这条路往下走呢 就是我们的需求曲线 那么这些概念基本概念啊 从中世纪开始到亚当斯密 呃的时候已经过了几百年 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 他是几百年啊 历代学者就这些基本概念 反复的思考反复的辩论的这样一个结果 最后他诞生了现代经济学 那么这套基本概念体系 我们没有必要去推翻另起柔造 我们也不可能推翻去另起柔造 所以这这点我非常赞同方老师说的 啊我们不是说要要构建一套 跟他完全对立的东西 就是他现有的理论体系 呃现有的这些个基本概念啊 现有的这些个这些个最硬核的那些东西 我们都不要 然后我们另搞一套出来 这个是肯定是做不到的 对这是一个 然后我特别感受感受就是 方老师刚才最后讲的这三点啊 就是我们怎样构建当中 呃其中第一点就是这个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 特别是立场这个这个这个 好像大家觉得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什么 其实简单的说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就是穷人的立场 啊就是穷人的立场 呃方老师在讲座当中提到这个财呃 这个经济学研究对象是财富的生产和分配 其实这个概括是非常 呃精准而且非常呃 非常有深度的哈 呃我们知道从 从就是说从财富的生产来讲 我们现在大家公认的财富的生产 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率 这个这个我们是公认的 但是要讲到分配 有市场经济的分配 是最好的 这个话恐怕就不一定对了 那 那么这个时候 我给他去个电话 我感觉幸福 那个线上教学啊 就是有这个特点啊 我给他去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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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ィns肥 那要不方明老师写顶上 一会儿张老师那边好了 然后张老师再讲 你看这样怎么样 好吧 那我就听谈谈 非常荣幸 今天聆听方老师的讲座 也是收获非常的多 方老师今天讲的这个问题 是长期以来 在我们经济学的教学研究 乃至经济政策的制定里边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必须解决 但是也没有彻底解决 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当下 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这个问题变得尤其紧迫 方老师是这方面大家 今天讲这个问题 虽然没有充分展开 但是我想主要的论点论据 都已经非常的展示的 非常的充分 那么我那就是听了之后 有两点不成熟的想法 提出来和向方老师请教 一个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 怎么来认识和看待的问题 我非常赞同方老师在前面的几张列表里边 对这两种范式的根本差别的这样一个分析 非常赞同 但是范老师提出来说 西方经济学呢 侧重研究财富的一般形式 马正经呢 侧重研究财富的特殊的社会形式 那么就这一点来说 我觉得 把西方经济学定位为 研究财富的一般社会形式呢 有待商榷 为什么这么讲呢 就是马正经研究财富的生产的特殊的社会形式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马克思经济学并没有否认 这个生产一般 或者说马正经不是说我就 这个不考虑这个一般化的问题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演里边 马克思自己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为什么来看待生产一般这个范畴 并且为什么 我们只要把它作为一个既定的前提 摆在那儿就够了 这可能是经济学也好 政治经济学也好 这个作为社会科学啊 它的历史属性啊 社会属性啊 阶级属性所要求的 就是 为什么要强调特殊性 而一般性啊 在在这个研究过程里边 它是作为一个前提存在就可以 那么通常来讲呢 按按马正经的理解啊 这个资产阶级经济学 是停留在现象层面 或者在现象表面兜圈子 把资产阶级经济当事人的意识呢 做一番学究式的表述 那么这个判断来讲 我想有两点 意味着两点 第一点 那就是不能否认通俗 用俗经济学啊 它对于经济运行的现实现象 它确实是有一个认识和把握的问题 所以我们往往会感觉 西方经济学好像更具有现实性 马克思经济学呢 更加抽象啊 不否认这一点 但是另一个方面呢 资产阶级经济学啊 它也有它的底层逻辑 在马克思看来 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 底层逻辑呢 是胜于价值规律 那么资产阶级经济学 我想它也不是在 一般的回答市场经济如何运行的问题 它也有它的底层逻辑 那就是方老师在讲到 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诞生以来 这两个范式好像在侧重回答不同的问题 但是我理解呢 他们是不是也都在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首先为什么是市场经济 为什么是资本主义 包括私密的劳动分工理论 它也是以资本积累作为一个历史前提的 所以我想这个西方经济学 在研究市场如何运行这个背后呢 它确实存在着对资本主义和市场制度的一种捍卫 这个底层逻辑也就构成了它的意识形态的一个基础 这是我关于方老师刚才讲座里面一个问题的想法 不成熟的想法 就是把西方经济学把它定位在财富一般形式的研究 是否准确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关于中特政经的怎么来看待的问题 我个人不是特别的赞同用现代经济学这个帽子 来开阔中特政经或者西方经济学 因为这个现代经济学这个说法呢 它是一个时间维度的一个表述 那么没有讲清楚中特政经或者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属性和定位的问题 就是仅仅从时间的这个维度来表述这两种范式的话 那么我个人觉得呢 不管西经还是传统政经还是现代西方经济学 那么他们都属于马克思讲的这个狭义经济学 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发展出一套广义政治经济学 那么已有的不管是前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 还是分析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前的 以苏联范式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以及今天的中特政治经济学 都是狭义政治经济学 所以我赞成方老师讲说中特政经 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或者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这个定义是非常恰当的 另外我也赞成方老师提出来的 构建中特政经的思路 就是用好三种资源如何来构建的问题 那么马正经当然除了立场方法论 这个基本的指导之外 那么我想从中特政经的角度来看 只有马正经才能够回答 为什么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 而不是资本主义 为什么社会主义要发展市场经济 这个问题必须从马正经的角度来回答 而不是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来回答 如果从西经来讲 我们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 那么可能就会回答不了 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问题 所以只有从马正经的角度 才能够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 这个问题能够把它解决好 第二个就是关于西方经济学资源 我也非常赞同方老师刚才讲的 很多西方经济学的理论 直接拿过来是可以的 虽然我不太支持用关于财富生产的一般规律 一般形式这样一个理由去支持它 那么但是关于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 它的行为规律这一点 我觉得西方经济学的理论 相关理论是可以拿过来的 包括这些微观主体对于比如说政府干预宏观政策的这种反应 这些分析我觉得是有必要纳入到中特政经体系里边来的 因为马正经通常都是讲经济的客观规律 但是反向的我们从经济主体的行为的角度 我觉得是对客观规律认识的一个非常有益的补充 包括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资本的运动规律 但是我们今天提出来我们还要认识和把握资本的行为规律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吸进很多理论就像方老师讲的 我们是可以不用避讳可以吸收过来的 甚至直接拿过来都可以 第三个方面就是关于中特政经 为什么是特殊的 方老师讲了三特我觉得讲的特别好 那么我个人觉得是不是可以加一个变成四特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的特殊文化或者文明形态 因为方老师提到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 那么这个经济思想 显然它不是说我们按照现在的西方经济学 现代经济学的理论 对它做一个重新的诠释就足够了 我们周老师也好 严老师 张老师 你们做这个中经思的这个研究 它显然不是一个用今天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话语 去给它重新包装的问题 它蕴含了对于这么一个大国 并且是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这样一个大国的治理的智慧的问题 所以如果从这个高度这个角度来讲 那么显然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这些 方老师提到的理财思想也好 治国理政思想也好 那么它显然是中特政经发展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 总之呢 就是我觉得今天发展也构建中特政经理论体系 关键就是打破各种各样的理论迷信 放下思想包袱 那么在理论自觉的基础上 确实呢要做一番理论的创造 以上是我个人一点不成熟的学习体会 冒昧的想向方老师请教 谢谢 方明教授 方老师呢是长期研究政治经济学 在这方面道义很深 所以他提出这个马克特主义不仅政治经济学 研究台湖的特殊形式 在上一定的程度上也研究一般形式 我觉得因为这个方面折托不多 我觉得听了以后都是很受启发 有度于我们学术的深入 好 张琪老师怎么样 现在可以讲了吧 可以了可以了 非常抱歉 非常抱歉 刚才那个正好听的时候没断 然后发言的时候断掉了 非常抱歉 我继续把刚才的说完 我刚才说到这个 就是方老师提的这个三条 第一条这个马克思主义立场 这个我非常赞同 因为我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他是一个穷人的立场 这个里面 在马克思这个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前 古典经济学 从亚当斯密到李加图到马尔萨斯 那么他们也有分配理论 关于生产 关于这个财富的分配理论 但是他们这个分配理论 我们现在管它叫功能分配理论 就说它是它不讨论个人层面的分配 我们现在所谓的收入分配 就personal这个层面的分配 它不讨论 它是把按照生产要素 那么是按照劳动力 来到劳动资本和土地 还有个地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是它的分配理论 那么它为什么不讨论个人层面的分配呢 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就是说 当时亚当斯密所处的一个时代 经济学家包括社会主流思想 对穷人是一种什么看法 对穷人是一种蔑视的看法 对穷人是一种负面的看法 说这个人为什么穷 因为他懒 因为他笨 所以他活该穷 是当时主流的观点 那么亚当斯密在这些人当中 已经算是对穷人很同情的了 就是他的同情程度要比别人要高 但即便如此 他也没有发展出一套 我们现在意义上的这种 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分配理论 为什么 因为当时并没有一个关于 所有权的理论 就是所以当时他们讨论比较多的是工资 就是劳动 这个分配 这个是可以讨论的 但是关于资本 关于地租 在个人层面怎样分配 什么分配不平等程度怎么样 这个他们没法讨论 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关于土地 关于资本的这样的一个所有权的理论 这个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讲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 那么很多问题 其实很多现实问题 其实也反映这方面的东西 比方说我们去年 大家知道有一个直播带货的被罚款了 当然罚款的理由是因为他们偷税漏税 那么就有个问题 假如他不偷税漏税 但他完全合法 那么他通过直播带货赚到的钱 是不是劳动所得 是不是按劳分配 是不是劳动所得 那么很多人认为是啊 这个是我自己凭本事赚来的 对吧 这也是我 我直播带货 我很辛苦的 我通过劳动赚来的 这肯定都应该是我的 只要我照张拿税 对吧 但是这个问题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即便在西方经济学当中 经济学家也不是这样看待的 奈特在1923年写过一篇文章 叫竞争的伦理 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什么样的 他说市场化薪酬 就在市场上得到的报酬 这是一个实证结论 并不具有任何道德方面的含义 就是说你不能从道德上证明 他就应该赚那么多 因为直播带货这种东西 他并他的收入并不完全是劳动收入 他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租金收入 租金收入 他凭借现在的互联网技术获得的租 凭借这个这个 他个人的这种特殊的天赋 获得的租 那么这样的话就不完全是按劳分配了 这个叫按命分配 对吧 他天生他就他就有那个有那个天赋 那么我们天生没有 所以我们赚不了这个钱 所以这个就是立场的问题 我们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去 分析这个问题 你是要为他辩护 还是你认为应该对他增更高的税 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 然后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 方老师特别提到 包括刚才方明老师也提到 这个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和应该把它纳入到中特这个构建过程当中 这个我是非常认同的 虽然我本人对这方面没有什么研究 我们周建博老师这方面研究的大家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是近代以来中国 就我们中国人自己对自己的传统文化 有一个很激烈的否定的过程 很激烈的否定的过程 对到新文化运动 可以说是近代的一个巅峰 所以你看民国时期 包括像陈旭经这种人 都喊出来全盘西化的口号 政治专连汉字都废掉 干脆我们就用这个罗马字母算了 我们的汉字也废掉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激烈的 包括建国以后 我们有过很强烈的否定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是吧 为什么我们会把自己的传统文化 有一个这样激烈的否定 这个跟我们近代的这种 历程历史是有关的 本来我们一开始没认为我们文化落后 我们觉得 洋务运动的观点就是 我们这个技术不如人 尖传利炮这个我们不如人 其他方面我们都挺好 结果发现 加武战争降办以后发现不行 光有这个尖传利炮不行 还是不行 所以你看到戊戌变法 到辛亥革命这帮人 就把这个矛头指向制度 所以说我们制度不行 不是自然科学不行 是制度不行 然后搞完制度以后 发现还不行 所以到五四这帮人 就干脆说我们文化不行 干脆我们文化不行 所以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传统文化 有一个很过激的 一个否定的过程 这个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就这种归因 就是把近代的这种弱 完了全归因到历史上的文化 这个这种按现代话讲 这叫错误归因 这叫错误归因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他并不是说这些东西去向我们清除掉 然后他就他就他就没有了 或者他就不起作用了 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是特别重要 还有方老师提到这个 我们体制改革 以及整个经济发展当中的经验教训 都可以成为我们讨论 或者说构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经济学的一个来源 或者说叫叫这个素材的一个基础 我们近代以来 中国最大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就是赶超啊 从晚清这帮人将求富追求富强 然后到我们建国以后的赶超 然后到我们两个一百年份的目标 是吧 然后之前的这个这个这个翻两翻等等 那么这些这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要就是要追求富强 就是要追求富强 这个是一个主线 这个是中国特有的东西 就是要就是要追赶 就是要追赶 所以我们呃 在这样的背景下 那么一定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 这个不管是你看历届中央政府 都是这么强调的 所以我们理解这些东西 可能才会更好的去一方面构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经济学 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经济学 去提供素材或者说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另外我们就呃 站在这样的历史和思想史的背景下 呃 才能够更好的做好实证研究 包括我们做实证研究 我觉得也是这样 呃 总之我觉得方老师这个讲座 其实可展开的部分很多啊 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 呃 好谢谢啊 张老师 谢谢三位评论人的 嗯 精彩的评论啊 给您很多的启发 包括 聊天史里也说这个三位评论啊 这个评论啊 给您的启发很多啊 那么这也是我问为什么这个讲座 一定要有说把评论人的原因啊 能够一个碰撞基础思想的火花啊 啊 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啊 所以也不能由线上的同学来提问题了啊 啊 我呢就代表他们 呃 他一点想想法啊 啊 也是向方老师来请教啊 啊 向三位评论人的请教啊 啊 这个我自己啊 因为正能对政治经济学的学习 更多的是中学啊 大学啊 度博士期间的学习啊 啊 那么接触不多 今天听的几位老师是很秀其发 我自己生活中有这么一个感受 就是 我觉得马克特主义政治经济学啊 他眼中有人 关注人的感情 关注人的生活 尤其对底层劳动者的关注 啊 这个 西方经济学呢 真的有一点是见人 见物不见人 我给我举一个例子 西方经济学讲外部性的世界 就经常举到一点 哎 知道污染了怎么办啊 啊 河水损 河水 是吧 污染了怎么办 说给一个补偿啊 哎 市场失灵了 给一个补偿 话说了很平淡 轻飘飘的 也很有道理 等你回到生活中 你会发现 这当中多少的矛盾冲突 就因为拆迁问题 因为污染问题 环境问题 那我说多大的矛盾了啊 这当中多小的学 学和类的冲突啊 所以就 所以我感到这个 这是我对西方经济学的 一个认识 对人的 对人 考虑不够啊 更多的是求伤出来啊 马克敦主义政经济学呢 关注人 关注低层劳动者啊 现实性更强意识 我的意思看法啊 这个 向各位老师请教啊 那么最后呢 还有一点时间 房老师 你来做个回应 好不好 谢谢 刚才听了 我们三位同行的评论 我们三位同行的评论 我很熟悉的评论 这三位同行 大家都是 我们经济学家的 日明的专家 这个 我感谢三位老师的评论 也感谢 特别感谢 三位老师的 对我的观点的 不同的看法 这个问题呢 对我的一个思考 我觉得这个问题 是我们经济学界 特别是里面经济学 很多人 都在捉摸这问题 特别是我们建国以来 特别是改革片方以来 讨论这个问题 也讨论几十年了 但是呢 在经济学界 特别是里面经济学界 这方面达成的共识呢 不太多 特别是我讲座中间提到的 东美观世音乐化以来 那么最乎 对这个西方经济和马互 对于经济学关系的认识 有一些修正呢 似乎又回到了 改革开放之初的 那种上方上 我觉得 这个对我们 中途经济学的建设 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我们不是一个 很有利的事情 那么刚才 方明教授提到的 一个 我的一个观点呢 我再补充一下 方明教授说 我认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是研究财富的特殊 西方经济学 研究财富的一般 我前面实际上 强调过 我说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是确重 是确重财富 我说 他也 研究财富一般 但是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重点 不是财富一般 这是和西方经济学不同的 也就是说 我们看待马克思 不能说马克思 没有研究财富是哪一般 还有 马克思的经济学中间 资本论中间 政局 资本导言中间都有 但是呢 他的重点 不是财富生产率 重点是 财富特殊的这个 制度形式 也就是资本跟生产关系 这是我要 补充一点 那么 之所以有这个认识呢 我认为 如果过分强调 马克思研究 也是研究财富一般 那这样呢 在研究主题也好 也好 在范式上也好 那就和西方经济学 非常接近了 我认为 这样的人士呢 可能 精确性 可能有一定的问题 也就是说 马克思虽然也研究到 也研究了 财富生产一般 但是这不是 马克思最深的经济 的主要类伪 研究财富生产的一般 是西方经济学的 主要类伪 那么西方经济学 也不能绝对的说 他就研究财富一般 没有研究财富 生产的特殊 如果这样说呢 也不太完整 为什么 因为 在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中 古典经济学家 和古典经济学 以前的一些经济学家 也研究了资本主义制度 对商品生产的影响 也就是 也研究了财富 生产的特殊形式 那么亚当斯密 他的国富论 就有许多这方面的内容 比如说 这个制度的问题 特别是法制的问题 他对 这个商品生产的影响 这是亚当斯密 国富论中间 有多处 而且还是 大段大段地 产生了这个思想 所以 在西方经济学院中间 也不止完全 他没有研究 财富生产的 特殊形式 只是到资本主义 缺了以后 资本主义制度 巩固以后 那个以后 这西方主流进去 它的重点 不再研究 这个商品生产 或者财富生产的 制度形式了 因为那个时候 制度已经成为 既成事实 所以 这个重点 西方经济的重点 就研究了财富生产一半 也正是因为 这个缘故 所以马克思把 米加图 西斯蒙米以后的经济学 称作 永素经济学 因为它已经撇开了 对生产关系过程的研究 生产关系本质的探讨 这里呢 我补充一下 这个探讨 本质呢 我谢谢我们三位同传的点读 也谢谢呢 我们金莫教授 精心组织和安排了 这次的讲座 谢谢金莫教授的邀请 也谢谢网上的各位同学 各位老师 听我们这场讲座 谢谢大家 谢谢方老师精彩的讲座 谢谢三位与他人 非常非常高质量的评论 我是做应激思想 中国应激思想是研究的 我听了以后 我真的修 修启发很多 我第一个启发就是 方老师的学 这个文献的阅读 大量的文献的阅读 我总是跟同学多讲 多看史料 书看多了 书读百变 其一字写 没有文献多基础 那么你各种的议论 都是偏颇的 不到位的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 方老师 这个 方老师在 讲座里边 探到了 中国经济思想史 探到了秦桓章 探到了肯英诗 对秦桓章的评价 探到了老子 商养 王安石 张周正 我听到这声 因为涉及到我的专业 我觉得特别的亲切 因为我觉得 全人类 他这个经济 就是来天地人 关系的处理 就是要涉及到 分财 交换 分配 消费 这四个环节的 各方面的协调 这是 所遇到了经济发展 一段不同 经济状况不同 导致他的 处理方式 重点 有一下不同 起码 我知道 肯英诗 他特别强调 是吧 自己需求 强调通过 这个制度的一定的改革 那么提高劳动者的 这个羞辱水平 这个 特别需求 解决这个经济危机问题 如果从国家宏管 调控 例子上宏管 调控宏管管理的角度来讲 对吧 作为广土 动民的大国 中国这方面 真的是有 很多的经验 我想 肯英诗对秦桓章的 那个 苦美理才学的承担 以及 那么 国家的情动乱 在西方的团播 上海台大一位教授 很有名 叫李朝明 他就特别研究 国家的情动乱 在西方的团播 他就强调国家宏管 调控 怎么个调控 这个 包括这个 商阳 王安石 这都代表着理 是吧 治国 李政思想 说治国李政 背后 这个经济问题的处理 老子的无为思想 按照老子的无为 就是要顺养 政策力的发展 上当程度上 顺养民间的情况 有相当的 发挥民间 积极性的 这么一个色谈 所以我觉得 这个我们 这段时间的讲座 就是特别强调 东西方 经济思想的 相互联系 相互启迪 这个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我们张琪老师谈到 在斯密那个时代 社会的普遍议论是 要贫困 对劳动者的看法 你如果贫困 你不是奢侈 就是来度 在一个经济形态 发展的图形 普遍是这样 那中国那个封建社会 战国秦汉 旧的瓦夷 新的坦升 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就是这么看 儒家是更有一种 是吧 爱的思想 但是也主要是超血缘的爱 那墨家尽管有 超血缘的爱的思想 但是一旦社会太平了 在社会上 满满的就 消省一计 所以我自己唱说 汉吴迪以前 中国社会的价值观 普遍的情况 最强不惜 有余 贺德 贷物不足 最后解决不了 流民问题 没法解决 分配消费的问题 最后闹出一个社会 大乱了 那么 这时候我觉得都是 特别的有气化 里边还谈到了一个 近代中国 对社会发展的看法 先是觉得 经济 技术有问题 后来觉得制度有问题 最后觉得 思想文化有问题 这个逻辑 这个逻辑的自然分推 它很有道理的 放在我们今天 跟克斯讲的 中国 是吧 我们现在特别强调 中国的制度问题 而制度问题的背后 是对世界认识的思想 我想 这就是我们 最上次学科的砍发 那个百家增鸣 包括马克思主义 和西方经济学的增鸣 背后增的是什么呢 这个国家如何治理 这个社会如何建设 如何生产 如何分配 如何消费 如何 交换的问题 它不同的政党上台 它一定产生 一个不同的制度 不同的制度 往往到这不同的经济 的起效 那么最后 那么方老师 用列宁的那句话来结尾 我要是用这句话来结尾 我们要 是吧 要建成 理想的社会 一定要广泛 继续由人类创造的所有的知识 这样我们才能站在政党里发展的立场上 不为金用 扬为金用 东用 才能把事情做好 那么感谢 王老师 这样无论是对我们思考也罢 对我们做学术也罢 都是一个很好的促进 感谢方老师 感谢三位 与他人 感谢 线上的所有的老师同学 丁凯的讲座 圆满结束 还是 说一下 很抱歉 这个中国人强调民意识为天 中国人招待人 第一件事先享受了 就是吃饭 这个 王老师没有办法 三位与他人没有办法 不能请你们 吃饭 只能在家里你们自己进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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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周老师 谢谢各位老师和同学 谢谢方老师 谢谢方老师 谢谢建波